欢迎来到我们的韩国语音变教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音变教程第二节课 那么在上节课里我们讲过了这个子音母音 这个训名正音的造词原理等等 非常基础的一个子音和母音结合的问题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些比较复杂的 那么复杂的第一个呢是什么呢 这个韵尾的发音变化 那么韵尾呢有两个啊 一个是单韵的发音变化 一个是双韵尾 那么这些课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双韵尾的变化 因为双韵尾比较复杂 到底呢读哪一个语左边还读右边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韵尾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过了 这个韩语里面左右的结构也有 那么左右上下的结构里面呢 那么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韵尾 顾名思义是什么呢 韵的最后一个部分韵的尾巴啊 那么呢子音呢也是可以做这个韵尾的 子音呢在母音前的发音情况是什么呢 是子音啊 那么在母音后发音的情况呢 就是韵尾了有两种 那么在母音后 G是在这个音节末尾发生的这个子音呢 叫做这个韵尾 那我们先看一下单韵尾是什么呢 单韵尾是一个啊 是一个子音在这个最后面的这个情况 一个子音形成的韵尾 比如说我们来读一下 第一个怎么发音呢啊 Ka再加这个Ki怎么读呢 Ka Ka 那么这个怎么读呢 Na再加这个年变什么呢 Nan啊 那么这个Ka加这个Yeng变什么呢 Kang啊 我们说这个Yeng啊 Yeng呢 在这个母音前面的时候呢 是不发音的 对不对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O 只是发这个母音的音 可是呢 这个Yeng呢 在这个音节末尾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里了 那么怎么发音呢 就有这个音了 是这个鼻音了 怎么发呢 N啊 那么这个怎么发呢 Kang 对吧 是有发音的 这个是有点不一样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双韵尾呢 是由两个子音形成的韵尾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纠结了 到底是读左边 还是读右边呢 啊 比如说这个 价格的意思 价格 那么读这个时候 是读这个左边的Ka Ka 是读这个Biok的发音 那么这个G怎么说呢 Tak Tak 是读这个右边 Giok的发音啊 这个就是双韵尾了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来读 那么选择哪一个来读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韵尾了 韵尾的总表呢 是这样的啊 那么在韩国语中呢 除了这三个 三笛歌 三比奥 三吉奥 这三个子音以外呢 其他的子音都是可以当韵尾的 并且呢 可以两个子音结合在一起 也是可以当韵尾的啊 那么呢啊 但在实际发音当中呢 只是读这个七个代表音 只是读这七个 一个二三四五六七啊 那么在我们训名正音的时候呢 是八中生 八个发 八个音 那么其中呢 在我们训名当中的这个 西奥也是可以发音 那么在现代化之后呢 那么这个西奥就不可以作为代表音了 那么它和这个提歌就在一起 综合在一起读这个提歌的发音了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表音呢 有这个 还有这个 那么后面的这个发音呢 都是以它为代表音的啊 这样的读出来就可以了 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双韵尾呢 这个单独发音或在子音发音前呢 那个双韵尾呢 可以单独发音的啊 那么单独发音或者是在这个子音的前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在子音前呢 那么如果是在母音前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啊 这个啊 安 安大啊 那么坐啊 坐下来的这个坐呢 是这样写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读呢 安大啊 安大 是读左边的这个尼韵的 右边的这个节呢 是不发音的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把这个塔变成这个双 这个锦音变成大 嗯 那么呢 这个是子音 那么如果它不是在子音前面 是在母音前面的时候 怎么变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加上这个啊啊 加上这个啊啊呢 是母音前了 是不是 那么怎么变呢 把这个右边的这个节呢 把它移到这个这里来啊 那么怎么读呢 安大 安大了 对吧 那么这个又是另外的一种啊 连音的变化了 这里我们就不强调啊 我们说在单独发音 或者是在子音前面 怎么发呢 嗯 我们看第一个 记忧 是一个双韵尾啊 它的这个代表音是什么呢 是这个记忧啊 读左边的啊 读左边的这个记忧 那么下面呢啊 尼恩再加这个几额啊 读哪一个呢 也是读左边 读这个尼恩 那么第三个呢 尼尔比尔 尼尔西尔 尼尔提克啊 那么读哪一个呢 也是读左边这个尼尔的发音啊 那么最后一个呢 比尔 再加这个西尔 那么读哪一个呢 也是读左边的这个比尔 那么这三个啊 一二三四 四个呢 都是怎么说呢 读左半边的发音啊 读左半边 这个韵尾的发音啊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记的时候 大家能记住吗啊 是记不住的 为什么呢 韩国人也不知道啊 这个是特别特别理论性的一些知识 我们很难很难记 那么怎么记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要带到例子里面去记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这里面出现的所有的单词呢 都是一定要在今天背下来的啊 只有背下来我们才能够 以后在运用当中呢 就可以脱口而出 我们就可以不用背这个规则了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灵魂 灵魂呢 在韩语里面是这么写的啊 这么写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读呢啊 这个记忆在加西语的时候呢 我们要读这个左半边的发音啊 那么怎么读 弄 弄 如果 中文 也就是他啊 也就是他丢魂的意思 这个读弄 那么第二个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坐啊 坐下来 那么这个 按加这个 他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个 他 变成重音 然后前面呢 发这个左边的 米恩的发音啊 怎么读呢 按大 按大啊 发这个左边的音 按大座 那么这个呢 怎么读呢 宽啊 宽呢 这个韵语呢 是铃 加上这个be up的 那么怎么读啊 发左边的音 并且呢 把这个ta 变成重音 那怎么发呢 ner da ner da 那么我们说 什么时候变成重音呢 那么在我们下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有一个重音化的 一个专门的讲解 希望大家继续听下去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这里呢 就不讲了 比较复杂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铁 铁呢 怎么读呢 那么读左边的har har啊 后面也是一样 har 后面加这个ta 变成重音了 har da har da 铁的意思啊 看一下这个价格 价格呢 是一个名词 它是没有这个活用现象的 名词没有活用 那么直接读 它自己本身 那么它也是 以这个左边来读的 所以怎么读呢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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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必要 cap 这么说 那么这个份儿啊 一份两份 我的份 内蒙 我的份 我要做的东西 我的份 那么呢 怎么读呢 读左边 那怎么读 木 这么读 那么这个har da 读左边的 然后把它变成了 这个重音 har da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非常常用的 没有啊 没有这个单怎么读呢 op da op da op sayo op da 那么这个ba呢 我们说这个ba的 汉字词是par 那么故有词呢 是这个yout yout 一定要记住了啊 发这个左边的音yout 那么还有一些变化呢 我们说并不是啊 百分之百都是读左边的 那么有一些变化呢 是要读右边的 那么这里我们来讲一个单词 踩啊 比如说踩到脚了 踩草坪的这个踩呢 是读这个右边的啊 怎么读呢 pop da pop da 踩的意思 那么这个跟上面的规则呢 是啊 相相矛盾的 是不是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呢 特殊的变化 我们要记住了啊 那么再跟老师从头到尾读一遍 嗯 dok dok en da an da an da an da ner da ner da har da har da har da kab kab mok mok en da en da yar da yar da op da op da yodul yodul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pap da pap da 这个就是我们读左边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了 我们要记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双韵尾单独发音的时候呢 或者在子音前面呢 我们要有的时候发这个右边的音 发右边的音 刚才我们讲的是发左边的音 这里呢是讲发右边的音了 看哪一个呢 l 和这个q 结合的时候呢 我们读这个右边的q 那么l 加m 的时候呢 我们读右边的meem 比如说最常用的是这个啊 很年轻啊 很年轻 这个怎么读呢 成大 成大 成没有 成大啊 那么 l 加pap 的时候呢 我们读右边的啊 我们说右边的 明明是这个peer 为什么老师在这个括号里面写的是这个peer 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peer呢 它的代表音呢 是这个peer 它自己呢 是没有发音的啊 只能用这个代表音来代表它 那么读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peer变成这个peer的发音来读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代表音的现象 那么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三个呢 在读的时候呢 一定要发这个右边的音 一般来说啊 发右边的音 当然也是有这个特殊现象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嗯 我们来读一读例子 那么第一个呢 鸡啊 鸡 经常说是不是啊 我们看一下 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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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鸡是它的韵味 那么我们要读右边的 怎么读呢 鸡的意思 鸡 那么第二个呢 鸡啊 鸡呢 也是个名词 一个人可以发音的 没有活用的啊 那么鸡呢 鸡呢 鸡呢 跟这个鸡是一样 所以呢 读这个右边的鸡 怎么读呢 鸡 鸡 鸡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鸡 是轻的意思 轻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 江湖里 鸡 江水非常的清澈 那么这个鸡加记忧的时候呢 我们读右边的啊 那么把这个它变成重音的现象 鸡 鸡 那么下面呢 老啊 老呢 是鸡加记忧 那么怎么读呢 鸡 鸡 鸡 但是呢 加这个它的时候 要把这个它变成重音 的大 嗯 我们再看一下 生活啊 生活呢 这个呢 是一个名词来到的啊 那么呢 我们读右边 并且要读这个长音啊 那么下面这个两点呢 就是这个长音的现象了啊 那么长音呢 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难的部分了 我们读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要读 特别长一点 那么我们啊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韩语呢 在朝鲜时期的时候 是有音调的 但是后面呢 就把这个音调没有了 反而转变成了这个长音和短音的现象啊 那么这个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稍微把它读长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怎么读呢 嗯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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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读生活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这个年轻怎么读呢 啊 鸣和这个名 那么把这个读到右边啊 这个层要读得长一点啊 那么下面这个象呢 刚才我们先讲过了 那么发右边的音 读长一点啊 那么下面这个吟唱啊 吟唱什么时候用呢 或者是戏 可以说吟唱 那么这个 的时候呢 代表音是 所以就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发音了啊 呜打 呜打 这么说啊 吟唱 那么呢 我们看 都是读右边的 可是有一些呢 是什么呢 是特殊的变化了 那么再用言啊 用言是什么呢 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 这个东西啊 用言是动词 形容词当中呢 那么这个 里尔加记忆的时候呢 啊 再加这个记忆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读成左边的 变成这个里尔 再加这个三记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是这个 所以一样 变成这个 可是呢 如果是在这个 是这个了 和这个相结合的时候 我们要读左边的翻译 怎么说呢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呢 那么这个 在加这个 是这个 被开头的 所以我们怎么读呢 这个也要变成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呢 老的意思 可是呢 在加这个 老的怎么样 那我们再从头到尾 把这个现象来读一遍 那么第一个呢 怎么读 第二个呢 第三个呢 清确的意思 第四个呢 那么这个怎么读呢 人生生活 读得长一点 那么这个呢 成大 成大 这个呢 弹大 弹大 长得非常像 弹大 这个呢 是 是 怎么样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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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 这节课要学的了啊 那么这节课 我们学过了 双韵尾的发音 在左边 或者是在右边的一些发音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学一个新的 这个发音的变化啊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再见